学生们放的寒假即将结束了 但是汪小飞张岚在新年期间 依然是忙于工作和直播 没有看到汪熙月汪熙玲的影子 而曾2023年1月中旬 汪小飞直播谈起子女 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时 汪小飞给人的感觉是很失落 但汪小飞话里话外都让大家觉得 疑似已经放弃了汪熙玲汪熙月 因为汪小飞对子女 什么时候回来的描述是 要到两岸统一 自己的孩子才能带回来 言外之意就是要想得到 大S对孩子放手是不可能的 只能等到客观环境发生变化 张岚才能见到孙子孙女 以下带着大家看一下 汪小飞对大S子女如今的态度 或者未来会怎么样 第一 大S不允许孩子们回北京看爸爸奶奶 但是汪小飞照付抚养费 汪小飞因为拿到大S律师通知 孩子们寒假无法回北京的时候 曾经在网络上发飙 对着大S一顿骂 从汪小飞的失落来看 见不到孩子 汪小飞确实不开心 张岚自己也见不到孙子孙女 更是对孩子有不尽的思念 尤其是汪小飞 张岚等 都是很重视学员关系的人 在春节这么重要的日子 无法跟孩子团聚 在孩子寒假的时候也见不到 嫩心自然发狂 然而汪小飞现在对孩子们的态度 应该是他们始终是汪小飞的孩子 大S不允许孩子回来见爸爸奶奶 汪小飞该给孩子的抚养费 还是会照付的 这或许是汪小飞的责任感 在促使着大S以及汪熙悦 汪西林现在能享受到 奢华的物质生活 第二 汪小飞对于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并没有信心 安时大S这个人依然很强硬 张岚也没辙 不少人觉得汪小飞只要打官司 重新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就可以拿到孩子 自己给孩子花多少钱 都是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经过大S的手 也不让大S有机会花 本该属于汪熙悦汪西林的财富 有这个想法的朋友 觉得汪小飞大S的离婚协议 可以随便推翻 但是目前来看 能推翻汪小飞大S离婚协议的前提是 汪小飞破产 或者支付能力不足 那样子 大S就不会从汪小飞这里要到一分钱 这也意味着汪小飞成为没有能力养得起小孩子的爸爸 汪西林汪西月自然也不会交给汪小飞抚养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 汪小飞如果舍得花钱 以后有机会见到孩子 如果舍不得花钱 以后大概率是不会见到孩子的 这么一看汪小飞的这对子女似乎是来讨债的 就是要汪小飞张岚支付足够多的金钱才能见得到 之所以说汪小飞没有信心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因为汪小飞说自己的孩子 估计只有等到两岸统一的时候才能回来 言外之意就是大S现在还是很强硬 压根不会同意自己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张岚很厉害 但对此也没有遮 第三 汪小飞话里话外 都疑似放弃了汪希玲汪希月 大S以后估计要自己养孩子 既然大S不会将汪希月汪希玲的抚养权送给汪小飞 那就意味着汪小飞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按照离婚协议给足大S大量的钱 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见到大S 还有一个选择是彻底放弃大S的两个孩子 自己再婚再生 因为汪希月汪希玲不是养在爸爸奶奶这边 而是养在大S黄川梅小S那边 压根不可能符合张岚汪小飞对子女的期待 从汪小飞失望地表示孩子等到两岸统一才回来 大概率是已经在骨子里放弃了这两个孩子 要知道汪小飞还年轻 再婚再娶都不是什么问题 你们看于成庆都快60岁了 还跟第二个妻子生了一儿育女呢 因为于成庆觉得一能进的儿子 大概率扶不起来了 所以家族继承人得重新选择重新培养 汪小飞最新近况曝光 看起来无精打采的憔悴了不少 她说自己四天没怎么吃饭了 没有胃口 吃不下去 有点不舒服 从她的面目表情可以看出来 情绪十分低落 眼里含着泪光 满脸忧郁 心事重重 大家都不知道她这几天到底经历了啥 有不少网友猜测 她可能是放不下大S 因为她在最新的一场出镜中 读她的自传书1981的时候 把大S偷偷改成了她 读到这里的时候 开始结结巴巴的 怕被网友们发现 她就咳嗽了一声 后来声音哽咽就读不下去了 她便说 算了 不念了 你们自己去看吧 看来汪小飞对大S还是念念不忘 不然念到大S时声音也不会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前段时间 汪小飞和大S因为床垫事件都撕破脸了 网友们纷纷让她听她妈妈张蓝的话 她却心软了 她说那是她的家务事 会自己解决 她每次打着跟大S宣战的旗号 到最后都会妥协 好几次都是汪小飞出来道歉 说是为了孩子 不再互相伤害了 有网友猜测 她可能不是真的为了孩子 而是不想伤害大S了 她和张盈盈关键恋情 也是为了报复大S 毕竟大S已经在婚了 找到了幸福 汪小飞想证明自己也有魅力 不想被大S比下去 真没想到 汪小飞还是一个恋爱脑 明明都分手好几年了 还对前妻念念不忘 不得不说 她的感情好专一呀 近日 有大陆网友在社交平台上 曝光汪小飞赤身裸体的照片 引发外界争议 照片中 汪小飞一丝不惯 左手似乎还放在身后 触碰隐私部位 场面着实辣眼 不得不说 汪小飞的身体着实有点差 肚子上的肚男明显 而且脸部状态也很差 双眼浮肿 鼻子油到发光 不少网友看到汪小飞的裸照 都嘲笑她的身材 还心疼大S曾经嫁给了一个品质极差的男人 还有人说这张照片肯定是汪小飞亲近的人拍摄的 由此可见她人品有多差 身边才会有这么多叛徒 据了解 汪小飞前段时间不幸确诊导致身体变差 但这两天她已经好了很多 还现身成都马六计工厂参观 吸引不少员工围观 当天汪小飞穿着黑色外套 搭配白色休闲帽 穿得非常少 可能是身体还没恢复到最佳状态 汪小飞说话的时候声音相当嘶哑 刚到达目的地没多久 汪小飞就引来超多粉丝 很多人都缠着她想要合影 当遇到女粉丝 汪小飞会把手放在身后避嫌 不知道是不是害怕女友张盈盈秋后算账 又找她罚款 她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则近况视频 视频中的汪小飞为自己的餐厅打广告 并称身后的店面是她在成都开的分店 电子面积很大 而且装修精致 希望粉丝可以多多支持 不得不说汪小飞的精力真的很好 身体好了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四处玩乐 还不小心留下裸照 也不知道张宁颖有没有看过这张图 正所周知 王小飞前段时间因为赡养费的问题 在网络上和大S开撕 还狂骂她与俱精业 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丝毫不顾及往日夫妻情面 双方撕了一段时间后 现在都冷静了下来 大S也不再发声 前两天还和老公俱精业在台北庆祝圣诞节 夫妻俩的感情依旧甜蜜 而王小飞这边也有张盈盈陪伴 前段时间张盈盈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与王小飞外出吃饭的照片 不过南方并没有露面 从照片中来看 张盈盈小富突出似乎有了身孕 不仅如此 张盈盈还晒出了王小飞给她送的粉色圣诞树 不过王小飞这次去成都出差并没有带张盈盈 女风目前还在北京 看着王小飞如今站坐的样子 着实令人感慨 希望她以后可以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 不要老是蹭前期热度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